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徐凯 一直在忙活动啊 然后各种通告啊 然后忙完这几天就马上进走 拍下一部新戏 十天左右 十五天 其实也没什么时间休息 比如说我现在休息的期间 我们就在拍摄 然后去录综艺 那就是拍杂志 平面 然后一大堆 其实也得有没有休息 在想做什么 其实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 运动一下吧 打打篮球 还有健一下身之类的 我会 但是我是主要不是看剧 我是看弹幕 就是想看直观的观众和粉丝们给的一部剧的评价 把它当成是你的一个爱好 其实你对一个爱好和一个兴趣的时候 你是有无限的经历的 演员最幸福的就是 他可以去感受每一个角色不同的一生 比如说我拍这种东西 那我就是经历了很多人的事 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材料 你会去看啊 我会去看 这个世界上就是 有人就曾称赞你 那一定会有人也会去说你 这种两极化的都得去吸收 我觉得这样子才会让自己更成长 最近啊 有想学钢琴 对 但是一直也没有时间 然后还是好好把戏演好吧 简单舒服 这个世界未来是需要我们过 七年来去创造的 需要我们要更好地做好自己 对社会有目减 很多一些能够发光 发热 照亮大家的事